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正在亚利桑那州建晶原厂 最快将会在2024年投产 并且将会生产届时最先进的 Intel 20mm和Intel 18mm工艺 以期和台积电、三星等竞争 如果真的实现,这意味着将比台积电更早量产2nm制程 Intel执行长基辛格此前也曾表示 希望能够凭借技术优势,重新赢回苹果的订单 不过,由于目前苹果已经全面转向了自研的处理器晶片 再度选择英特尔处理器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苹果也有可能会选择英特尔晶原代工服务 但是在英特尔的晶原代工服务获得重大成果之前 苹果可能不会轻易冒险 面对英特尔多次强势表态 华尔街11月上旬称 台积电正酝酿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扩建二期工厂 工艺直指先进的3nm节点 不过对此,台积电在发表10月运营报告的同时予以否认 台湾经济日报也报道 此前有消息传出 台积电将再投入120亿美元 增建美国亚利桑那州3nm厂 打破将先进制程留在本土的常态 对此,台湾经济部门11月中旬回应称 台积电持续投资台湾 先进制程也留在台湾 这个方向不会改变 对于外界说法,台湾经济部门表示,台积电已有说明 目前就是做第一期的5nm 只是基于建厂成本考察 把未来可能利用的建筑一起考虑进去 该公司尚未确定亚利桑那州晶圆厂二期的规划 而以台湾半导体聚落的效率及完整程度 该公司大多数的产能及先进制程都会留在台湾 目前,台积电的投资计划都是按部就班 高雄的投资计划持续进行 新竹的2nm计划也持续进行 不过,业内媒体Electronic Engineering Times 在11月中旬收到台积电的最新邮件回复 对方似乎改口了 台积电发言人表示 鉴于客户对台积电先进技术的强烈需求 他们将考虑在亚利桑那州建设第二家工厂 以增加产能 报道称,相关建筑设施已经破土动工 一位被警告不能透露名称的投行半导体 分析师称 二期工程将瞄准3nm节点 与175nm加4nm相比 升级幅度直接大幅跨越一个世代 预计2025年到2026年投产 以满足美国客户庞大的高效能运算需求 另外,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一二期工厂最终竣工后 也将提高美国本土晶片制造 在全球晶圆代工领域的份额 今年这个数字只有12% 不过,愿景虽好 但亚利桑那州的劳动力储备 也给台积电带来了挑战 英特尔已经雇用了一万两千名员工 并为其扩建的设施寻求三千名员工 台积电在为其新工厂寻找人才时 将不得不在一个已经很低的失业率地区进行竞争 然而,台积电的创办人 对在美国能达到的成功水平持怀疑态度 张忠谋曾经向美国证件表示 美国重建其晶片制造业的努力 注定是徒劳的 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工厂 于2021年6月开始施工 正如火如荼建设中 2024年初达到生产起点 甚至还要扩建二期 作为头号金主 苹果自然要释放出诚意 据媒体报道 在10月与德国进行的一次内部会议上 苹果执行长库克表态 将会从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直彩晶片 出席会议的还有苹果服务部负责人和人事部负责人 这代表苹果的态度是相当坚决 据彭博社11月中旬消息 苹果计划未来将从美国亚利桑那州 一座还在建设当中的晶圆厂采购晶片 以降低对亚洲供应链的依赖 苹果执行长库克在德国向当地员工透露 苹果未来还可能扩大对欧洲晶圆厂的晶片采购 库克表示 全球60%处理器供应来自台湾 不管你的感觉或想法如何 60%来自任何地方 可能都不是一个好的战略 库克指出 他们已经决定 从亚利桑那州的一座晶圆厂采购晶片 这座工厂将于2024年启用 所以大概还有两年甚至不到两年时间 至于在欧洲 相信随着台积电这些计划逐渐明显 苹果也会从欧洲采购晶片 库克所说的亚利桑那州晶圆厂 应该就是指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 正在建设中的5奈米晶圆厂 而根据传闻显示 台积电在美国建立第二期3奈米晶圆厂 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晶片产能 也再次得以间接证实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苹果 究竟会从台积电美国厂购买什么 也不清楚具体会在那里生产什么 苹果公司对自家的A系列晶片仍有需求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 从台积电亚利桑那购买的晶片 仍将不得不运往中国或印度 用于iPhone生产 目前台积电为苹果主要代工 iPhone iPad的A系列处理器 和Mac上的M系列处理器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合作 按计划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 一期将于2024年投产 预计主要产品是4奈米5奈米工艺晶片 库克也提到他们还有两年的时间准备 分析人士认为 从台积电美国工厂制裁 可以增强苹果供应链的多元化和抗风险能力 尽管英特尔努力提高代工能力 苹果从台积电亚利桑那州晶圆厂 采购晶片的可能性更高 另外欧洲与美国一样 也一直在提供激励措施 吸引晶圆厂进驻 此前的传闻也显示 台积电正考虑在欧洲建厂 虽然台积电海外晶圆厂备受瞩目 但台湾本土的高雄厂 同样也在风口浪尖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11月上旬 出席台湾工研院第11届院士授证典礼 会后即表示 台积电高雄厂7奈米制程将延后 目前先以28奈米为主 7奈米制程暂时没有改成其他制程计划 此前业内传闻称 由于客户砍单 台积电7奈米产能利用率 目前已跌至50%以下 预计2023年第一季度跌势将加剧 因此台积电高雄新厂7奈米制程的扩产 也被暂缓 此次魏哲嘉的正面回应 也算是坐视了之前的传闻 对于台积电高雄7奈米厂规划调整 台湾国发会主委回应称 台积电持续投资台湾 甚至最先进制程也都留在台湾 这点大家不会怀疑 也可以放心 台积电高雄7奈米厂的延后 是基于订单或是需求上的调整 这是产业界常见的事情 台积电还是会继续投资 将来比较大量 快速的需求是车用晶片 也就是电动车相关商机 预期明年还是会有强劲成长 产业布局当然要先满足这部分 台经院11月公布最新经济预测 古2023年经济成长率2.91% 跌破3% 主委表示 市场普遍预期明年上半年 还在进行库存趋劃 最晚第二季告一段落 下半年可回复正常状况 大家不用太悲观 其还重申 政策还是会朝稳住内需 扩大财政 推动公共建设等方向执行 不过明年有三大挑战必须留意 一是美国升息造成需求放缓 二是东欧冲突冲击供应链稳定 并造成物价上涨 三是中国清零政策导致经济下行 不过 现在看来 美国11月公布的通膨数据已有收敛 市场持续关注美联储 是否因此调整升息政策 但至少市场给出正向解读 美股台股都已应声大涨 另外 东欧局势趋于缓和 现在唯一较不确定的是 中国经济情势 如果这部分能厘清 未来经济局势将更明朗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